你好 欢迎收看4月23号大华联地方新闻 我是吕慧 同门一号桥即将在6月初完工 为了做好开放的事前作业 华联县政府圆明处 观光处 还有秀人乡公所 及同门部落族人们22号晚间特别交开说明会 希望族人们可以先取得会议共识 共同来为清水系的生态发展努力 同门一号桥即将在6月份完工 紧接着就是开放清水系的议题 同时也即将辅助台面了 为了做好同门部落永续发展的议题 华联县政府原住民行政处 观光处 新闻相公所 同门部落会议主席 同门部落事务组长 和同门部落主任们在22号晚间召开说明会 来听起部落主任们的未来发展 严明处辅导行车科代理科长以后给他表示 现在许中会关心同门部落主任们的未来永续发展 希望是以游客网上的意见 共同来为清水系发展来努力 我希望我们同门这边的独府的小孩 不要北飘东飘西飘 回来同门这个地方 我们自己经营我们自己的部落 国民有尊严来到这个地方 认识我们独府的文化 好不好可以吗 我们希望清早是希望我们能够用部落会议 达成共识 刚刚所讲的我再重复一下 我们要不要做总量管制 人车 我们要不要收门票 我们要不要办市集 我刚刚漏掉了 我们还可以办市集 就是我们可以卖我们自己 德股的农货产品 服饰 都可以 我们可以找个地方 我们的部落经济 我是辅导行政科 我们还有一个叫部落经济科 也是德股的科长 他也会来负责协助 前端 那共同的部分 有我们原理处的辅导行政科 跟我们的观光处 还有文化局的吴敬毅局长 我们先来做沟通协调 欢迎新闻乡同门村 有小天想美称 不过该地常年受到台风大雨的清洗 导致边坡探方造成道路中断 以隧道洞口坍塌 经过多次强速 仍有大量土石 因丰沛的雨量 产生土石崩溜 与土石流 因此在2016年 10月两位道路 同一号隧道桥 东测约30公尺坍塌之后 已经封存7年至今 预计在今年5月底 留约出完工 欢迎新闻表示 希望部落主人们能够达成共识 来规划未来的发展 为有做好的沟通方式 来达到双翼的局面 记得将会休闲优优独播